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7月13号 星期二 谢谢您收看评定天下 刚才在片头之前 我特意放了一小节的音乐 这小节的音乐是几位古巴艺术家 在几个月之前就录制的一首歌曲 我为什么要把这首歌的片段 放在节目的开头 那就是 今天就在我们做节目的时候 这首歌正在成为古巴人民 抗议暴政 抗议独裁 争取尊严 争取自由的主题曲 当然这也是今天下午 刚刚华尔街日报刊登的一篇评论文章 所撰写的主题 那就是这首歌 已经在古巴哈瓦那的大街小巷唱 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这让我想起了当年1989年64的时候 在群情激愤的时候 在真民主 真自由 真尊严 真公平 成为全民共识的时候 中国的各行各业 中国的老百姓 不管你是从事什么行业的 不管你是工人还是歌手还是学生 都把这个作为了自己的新生 那几天演艺界里面的一些特立独行知识 一些特别有才华 又特别有鼓气的歌手 也发出了类似的声音 比如说 我依稀记得崔健到了天门广场 在一个十分简陋的场地上 唱歌唱他的摇滚 为大家鼓劲 为什么 歌声在很多时候 能成为古巴人民 中国人民 以及世界其他很多地方 争取自由的人民 所采取的一种方式 那就是歌声 特别能表达大家的心声 就在前几天 就在中国大陆 出现了非常大的 这样一个政治事件的时候 比如说 习近平登上了天门城楼 作为 他本人来讲 立志要成为继毛泽东之后的 第二代领导人 邓小平都不在他的 这个标准里面 说白了 他看不上邓小平 也推翻了邓小平的 内政和外交政策 那么当他的讲话发出来以后 在中国的互联网上 在微信里面 也流传了一首歌 那首歌突然又火爆起来 又焕发了生命力 我想这是勤劳勇敢 智慧的中国人民 通过他们能找到的 比较安全的方式 表达自己声音的一个方式 那首歌是什么呢 是一块红布 我看到这个以后 心里是悲喜交加 悲的是 中国已经成为了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网民全世界第一 已经在各个方面 成为很多国家 羡慕学习的榜样 但是他的老百姓 想传达自己的心声 想发表自己的看法 还要通过种种隐秘的 隐喻的 遮掩的 让别人去联想 才能得出结论的方式 表达声音 这又是一个悲剧 所以说 又喜又悲 那么今天 哈瓦那街头 唱响这首歌曲 他们这个本土的语言 我不知道怎么应该发音 叫Petria Yavida 翻译成英文 叫Fatherland and Life 叫父辈之地和生命 父辈之地和生命 那么这首歌 就是今天正在古巴街头 进行抗议的人们的主题曲 那么我看了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也看到了非常多 让我想起中国的地方 刚才我举推荐的 一块红布的例子 只是灵光一闪 脑子里闪出 原来古巴人民 和中国人民是一样的 他们为了追求自己的梦想 为了获得一个 基本的尊严和公平 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候 他们用歌声 表达自己的心声 在这之前 我看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这首歌已经开始流行了 这首歌的主创者之一 片中的主创者之一 已经被政府逮捕了 他们录这首歌的时候 就是想尽千方百计 摆脱了秘密警察的跟踪 才录成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首歌 马上就被政府禁了 在古巴听这首歌的人 过去几个月 最 被罚款 跟在中国被喝茶一样 已经成为了家常便饭 有人为听这首歌 被罚掉了一个月的薪水 所以 我们请大家有时间 听听这首歌 我也会在我们节目的留言区 把这首歌的名字 给大家放下 大家可以到油管里 去搜一搜 听一听 以此来表达对古巴人民的支持 那么我说完这首歌 我们再来看看古巴的局势 古巴到底发生了什么 古巴人民为什么上街 这件事情和中国和中共的关系 到底是怎么样 中共怎么看这次事件 因为事情刚刚发生 周末发生的 我只能根据手里现有的一些资料 做出一些非常粗浅的评论 我们也希望我们全世界各地的网友 给大家提供您所了解的信息 也给大家分享您的一些观点 在这里我们也表示感谢 我们更欢迎您关注我们这个频道 做油管不容易 我们在天天 在忙完了生计以后 还要嚼劲脑汁 把别的事情都放下 五分钟吃完晚饭 坐在电脑前 跟大家分享我们对世界各地这种实事的看法 我们也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请您关注 也请您分享 也请您给节目点赞 我们对你表示感谢 那么这次 古巴从7月11号开始 爆发了这几十年间 很见的抗疫运动 古巴民众走上街头 高呼自由 这个局势也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这个事情会不会像前苏联一样 让古巴共产党政权 一下就轰然倒塌 当年苏联那可是太出乎大家意料了 本来那是恨不得要活几百年几千年 全世界都害怕 美国也是几十年如一日和苏联抗衡 但没想到他自己一夜之间就倒掉了 那么这一次事情发生以后 有哪些地方 古巴的反应和中国是一样的 特别有意思 第一个事情就是赶紧怪美国 赶紧怪美国 我们看一下 抗疫发生以后 美国总统拜登在周一发表电视讲话 表示古巴人民是在争取自己的基本权利 美国会坚定的与古巴人民站在一起 他还呼吁古巴当政者倾听人民的声音 那么我们看看古巴现任总统卡内尔 也在当天发表演讲 他说古巴民众抗疫是因为美国多年的经济制裁所致 同时还谴责少数反革命分子在社交媒体煽风点火 你看他一下就把两点点出来了 第一是美国搞的 这又是美国干的 第二个又是社交媒体搞的 就像阿拉伯之春一样 那么对他这个说法 我们看看比较权威的人是怎么说的 美国福利达国际大学古巴动议 古巴动议项目负责人马丁帕卢什 他表示不赞同 他说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 他说古巴今天发生这个事情 并不是因为美国专门做了什么 那这么说是有他的道理的 最近这个事情我们看不出来是美国特意策划特意来组织的 为啥 我们看看刚走上街头的古巴这些民众的反应 古巴民众的这些流行的方式 刚开始的时候我扫了一眼电视机 街上的人就是松松垮垮的 人数很多 但连个横幅都没有 连个这个清楚的标志和诉求都没有 如果是美国操作的 没有这么低的含金量 没有这么低的专业水平 那肯定是这个环环相扣 有很多部门配合 有打前的 有打后的 方方面面 这些都是很明显的 当然事情发展很快 到今天 你看就有这首歌出来了 也有少数的这个 一些横幅 旗帜都打出来了 一开始没有 一开始有明显的 自下而上的草根色彩 另外一个 要说长期以来和美国没关系 那也不过现实 和美国确实有关系 因为美国多年的经济制裁 一直没有撤销 到今天还在制裁 但是古巴总统卡内尔这么说 有点少流氓 跟中共当年这个八九的时候 说那些话一样 这些事和美国有什么关系 是不是 你自己没搞好 这也跟习近平现在说的 这个在天安门城楼上说 有人如果在奴役我们 再来欺负我们 14亿中国人民组成的 血肉组成的铜枪铁壁 会让你们碰到头泡血流 对不起 拜托 老百姓看不起病 尚不起学 公务员 油水多 就千多事少离家近 全个为重责任轻 睡觉 睡到自然醒 数前数到手抽筋 这样好的工作 都是谁拿去了 都是你们共产党的这些子弟 都是你们这些官宦子弟 没有背景 哪能轻易当成公务员 现在是不是 所以你把这个火 想引到美国身上 古巴人民不吃这一套 他们很显然 他这一辈子都没见过美国人 你怎么能说这事是美国搞起的 另外了 你要是谴责美国说给你进行封锁 他为啥封锁你 南美洲中美洲这么多国家 他怎么不封锁别人 封锁你 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1960年古巴共产主义政权 成立的时候 宣布将所有美国公民在古巴的财产产业 收归国有 流氓就是用枪杆子的名义去抢钱 把人家的财产企业强行冲工 这导致了1962年 美国开始对古巴进行全面的禁运 这个禁令已经延续了近60年 古巴也经常谴责美国的禁运 造成本国经济困难 你看看到没 这就是共产党一样 永远都是千错万错 都是别人的错 美国经济给我造成困难了 美国提供关税 造成了我们出口困难 美国的贸易战是他们一手挑起来的 拜托 美国为什么要打贸易战 美国为什么要封锁古巴 你怎么不说60年的时候 你们把人家的所有的财产都充功了这个事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古巴人民不吃这一套 中国人民 每一口每滴每一滴都让他们吞进去了 他们认这一套 因为出于恐惧 不认不行 不认就要付出代价 不要 毕竟就要付出代价 你看 从古巴逃亡到美国的很多难民 有很多在美国成长起来的古巴裔的政治家 大家知道吧 那个 这个 在南部的这个 这个参议员 这个罗比尔 罗比尔 罗比尔就是古巴裔的 他只是这 罗比尔这个经历 说明了 这60年来 古巴的 流亡者 已经在美国 登堂入室 人家是相当强大的一股政治力量 那么 古巴逃亡美国的难民 和古巴政府的看法 截然相反 他们说 即使古巴老百姓承受了经济制裁带来的负担 但他们仍然希望美国政府对古巴进行制裁 他们认为只有削弱古巴政府的经济能力 才能削弱他们对内的镇压能力 你看 这话说的都好 这话说的是这个 原作者 是公民力量 创始人 杨建立先生 这一点和中国倒也一样了 为什么 你看前段时间 中美打贸易战的时候 美国提高关税 美国对中国很一分 对中国很一分 在美国的这些 很多这个民运 或者很多其他方面的人士 都感到欣喜万分 都感到 离他们梦想的一天 又近了一寸 这一点 大家是一样的 那么另外一个 就是 卡内尔说了吗 美国是罪魁祸首 千错万错都是美国的错 这次社会也是美国调起来的 还有一个 他说社交媒体有人煽风点火 那据我们了解 古巴这个社会 比起中共来 有一点做的不到位 那就是对社交媒体 没有采取 严防死守的一个措施 在他们国家 WhatsApp Twitter Facebook都能用 这一次 同阿拉伯之村一样 又是很多 古巴的年轻人 采取了一个 用社交媒体来进行组织 来进行动员的一个工具 你看这已经成了规律了 古巴这样 香港当年也这样 他们组织起来以后 性性之火可以燎原 让古巴政府很难对付 但古巴政府 这两天学乖了 三下两下 就把很多地方的互联网给断了 社交媒体发不出来了 所以目前为止 古巴的情况 出现了一个断层 我们并不清楚 在很多关键的节点 关键的地方 到底在发生什么 这一点不清楚 那么 美国对古巴的制裁 已经有60年了 为什么到现在才爆发 我想一个关键的 几个关键的原因吧 第一就是 社交媒体 让古巴的人民 尤其是年轻人 他们知道外部世界 发生了什么 另外一个 就是这一次的pandemic 这个疫情 古巴新冠疫情 情况很严重 而且还在继续恶化 这一点也加剧了 古巴的经济困难 据BBC的报道 最近几周新冠感染人数的 爆发式增长 让古巴体系 医疗体系 濒临崩溃 另外 古巴经济支柱是啥 旅游业 说起这个来 我个人也非常的向往 非常想去古巴转一圈 抽一抽哈网纳的雪茄 这个 看近几年恐怕不行了 古巴旅游业几乎瘫痪 对全国经济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日常食品药品日用品严重短缺 老百姓工资很低 买不起日常用品 古巴的说唱歌手 就像我刚才说过的这位歌手 他在自己的推特上说 我们太饿了 我们吃掉了自己的恐惧 很快 这位歌手叫优某 在街头抗议活动中 也被古巴警方逮捕 所以看到古巴的形势 中共那波死硬派 肯定心里特别高兴 你看中国模式就是好 苏联倒了 谁谁谁都倒了 美国也不行了 只有我们中国模式 历久眯间 死硬不改 外交部发言人7月13号 刚刚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了 说中方坚决反对外部势力 干涉古巴内政 坚决支持古方在抗击新冠疫情 改善民生和维护社会稳定上 所做的工作 坚定支持古方探索 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我愿意强调中方愿同古方一道 落实好双方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坚定不移深化两国友好关系 你看这里面每个字看着都高大上 每个字底下都埋着肮脏 卧错和虚假 他为什么要坚决反对美国干涉 这个事情 古巴这个地理特点 以及历史上发生这些特点 都让中国甚至是俄罗斯 望尘莫及太远了 古巴就是美国的后院 美国如果想动手 当然是早天独后 在这一点上 古巴问题甚至比台海问题 对美国来说更有优势 因为台海毕竟是在那边 是不是 中国离他近 折腾三年 中国可能折腾不过美国 折腾五年十年 美国能挺得住吗 挺不住 你看 阿富汗发生的情况 这就不用说了 古巴 如果真有外部势力干涉 美国当然有先天的优势 中方这么说有点 这个吃不了葡萄 要说葡萄酸 当然也是为了在国际上营造一个舆论 给美国干涉 这个古巴的局势 产生一点舆论上的障碍 但这种于事无补 后面美国到底要涉入到什么程度 要搞到什么程度 还要取决于古巴情势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就是要看他们在国内 这个国家国内 各个地方 这个信息能不能顺利的传达出来 那像当年北京 当然北京也属于措手不及 让很多国际媒体 就在天安门广场 都去报道高尔巴强夫访华 一看发生科学示威了 就不走了 接着报 一下让这个事情传遍了世界 古巴会不会学中国 你看他已经开始学了 封锁社交媒体 封锁互联网 这也让古巴的情况传到外界 增加了很多的障碍 所以这个情况 美方中方各有各的难处 那中方心里没有紧张的地方呢 那当然有 因为很现实嘛 苏联倒掉了 有他特殊的原因 古巴也倒掉了 社会主义小兄弟又少了一个 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是一个重大打击 背语要团结第三世界国家 团结发展中国家 要跟西方国家对着干 要让别人头破血流的西尊 那也是个打击 当然了 国产党的特点是啥 他们的特点就是 后脑勺都烂了 嘴巴都不烂 坚决不承认自己有任何责任 中方 情势一片大好 这肯定还是他们 吃之以恒的一个叙事方式 另外 我们再来看看香港最新的一个事情 港大发表的声明 香港大学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学校的学生会 评议会 日前通过了一个动议 导念并感谢 今年7月1号发生的刺警案主角梁建辉 他们称梁建辉叫为港牺牲 港大决定 即日起不再承认该校学生会 作为独立注册社团 现有在校内的角色 声明还表示要严肃调查 学生会评议会事件 并根据调查结果 对涉事学生做进一步的处理 他这么做 理由是 港大学生会评议会 去感谢刺警案的主角梁建辉的 这个举动 是公然美化暴力的严重不当行为 挑战社会的道德底线 损害整体港大社群的声誉和利益 今年7月1号 是香港主权移交24周年 也是中共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纪念日 在这样一个时候 中共下了重手 实施了港版国安法 应该说是港版国安法 实施一周年 由于泛民派这些人物 被捕或者出逃或者晋升 加上泛民组织的游行 又遭到警方拒绝 所以当天政治气氛 非常压抑非常紧张 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游行侍卫 但是当天晚上还是发生了一个 突发事件 一个意外事件 那就是在铜锣湾闹市区 一名男子突然拔刀刺向一名警员 导致该警员肺部刺穿 不过警员后来经过抢救 没事 袭警的这位就是梁建辉先生 50岁他在刺警以后拔刀刺向自己胸部 送院以后不治身亡 那么他在做这个事情之前 也留下了自己的遗书 坦率的向各界宣布自己这么做的动机 就是因为警察暴力实在是太难以忍受 这个事情说起来我心情也很复杂 港大学生会这么做 有被逼无奈的成分 也有他心情或者说他这么做 有他一定的道理 比如说年轻人 在这些不管是反送中 还是其他的战中 这些运动里面学生都是主力 但在那些声势浩大的运动之后 仍然被中共用软硬两手的方式 给打压下去了 硬的是什么 硬的就是出动警察抓人 软的是什么 软的就是通过所谓的合理合法的方式 通过国安法 凡是和外国人有勾结的 但这个勾结要打引号 你像很多号称说和美国有勾结的 我在以前节目里也说过 你看美国领事馆 住香港领事馆 和他们这些人 见面的时候 竟然选择了酒店大堂 那个几个学生负责人去参加这个会的时候 就穿着个大短裤穿着个拖鞋就去了 那对美国人来说 美国人理由就是 这就是个例行公事 你看我们美国在美国 在香港有这么大的领事馆 香港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件 不管你我赞成谁 我总要找当事人了解一些情况 如果我想搞阴谋的话 我拉到楼上开会不行吗 我进入大使馆不行吗 对不对 但是就在酒店大堂 人来人往老贝里面 找这几个人 黄之锋 我刚才说的是黄之锋 穿着大短裤就去了 好像刚吃完早点 嘴角还貌似 还有这个豆浆和油条的痕迹 但这些事情 一旦动了国安法 都会当作违法勾结外国势力的证据 所以中共也是搞运动出身的 所以他们收拾起香港的学生来 是没跑的 所以在这个方面 香港学生会是应该被同情的 但是这个问题就在于 你们用这种方式 用学生会的这个名义 来捣念梁建辉 那确实与港大 我想绝大部分的学生 或者是教职员工 他们都不会同意 而且这一点 特别容易成为中共 去进行大外宣 对香港的民主运动 进行抹黑的一个工具 你看我还没去仔细查 但我想肯定了 因为这个环球时报 人民日报 这些中央电台又说 你看中央在北京搞国安法 合情合理吧 你看这帮学生 竟然 美化暴力行为 美化 恐怖 美化恐怖行为 恐怖分子 那怎么能不收拾他们呢 所以这样主动的受人以柄 也确实意义不大 当然我这么说 也许也许有人会骂 你是叫投降主义 怎么怎么样 这个名字 这个标签都无所谓 我至今仍然想起 胡平先生 当年在香港战中的时候 提出一个建议 说香港各界应该建好就收 就是说普选特首 无法做到直接一人一票选的时候 你先接受 北京给的这个方案 叫落袋先 先把这个能拿到的好处 先拿下 再来慢慢谈 但当时香港 也有各方面不同意见 认为这就是投降主义 你现在接受了 将来哪还有机会 那个 必须避其功于一亿 必须 达到目的 不达目的 事不罢休 然后就把那个方案给拨了 然后各种各样的 运动 刺其比赋 最后 结果就是 今天 东方明珠香港 一片黯淡 好多的有识之士 利用这个机会 赶紧的逃离香港 流散到世界各地 不知所以 不知去哪里了 不知他们干什么 但肯定 早已经就没有了 原来的动力 和原来的能量 那到今天为止 你说 香港这个局面 岂不是最 就是几种可能里面 最惨的一种 那就是国安法实施了 香港江山一片红 没有任何空间 和机会 再去争取 想要的民主和自由 从这个角度讲 我不知道这么说 是不是合适 那就是 泛民和学生们 也犯了 战术上的一些错误 当然有些人 如果抬杠的话 说如果他们答应了 如果他们落袋签了 也未必能怎么样 那谁知道呢 反正是现实的结果 是现在这个情况 是所有可能里面 最差的情况 最差的情况还不算 香港学生会 发了这个声 我也很不满 你说对梁建辉本人 他做出这个事情来 他有多种各样的动机 我本人也并不完全的 谴责梁建辉 因为很简单嘛 警察就因为自己头上 有警徽 就可以胡道非为吗 在元朗地铁站 黑社会 纠集了一帮地匪流氓 打学生 打市民 在警察鼻子底下打 警察看着 那个 去拉着歹徒 去打人 那个大客车 看着歹徒 大摇打摆 登车 离开场地 警察也不管 笑嘻嘻的 难道警察就 无辜吗 不无辜 所以梁建辉这个事情 可以说 是他用个人的一己之力 个人的 一个看法 去挑战 整个事情 挑战整个群体 挑战 整个警方 当然悲剧 是他个人的 是梁建生的悲剧 也是 这个警察的悲剧 从这个角度讲 这 不太值得纪念 如果纪念表示同情的话 如果对梁建辉 这个人表示同情 也应该是个人表示同情 因为 他毕竟毁了一个家庭 本人也 也丧失了自己的生命 这 不管从哪个角度讲 都是一个十分 可惜的一个事件 但是港大学生会 这么发生 哎呀 个人感觉 就是叫一条道走到黑 就打死不认这壶酒钱 这 非常非常的可悲 这会导致 香港大学的 学生会 尤其是这波 港籍的学生 会在 将来多少年之内 会过一种 暗无天日的生活 香港不会接受你 中国大陆 也不会接受你 你到英国 你能干啥 你到美国 你又能干啥 这个 不能不说 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结局 那么看到这个事情 也让我想起 我最喜欢的台湾诗人 邢慕荣的一句是 放之四海而皆准 他说的是 难道青春 注定愚昧 爱必得忧伤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再次欢迎您给节目点赞 打赏 也给节目分享到更多的朋友那里 关注我们这个频道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